台北市長選舉有哪幾個候選 有兩個 柯文哲 連勝文 不是很清楚 沈富雄他已經退選了嗎 高估了我的本事 高估了我的能力 柯文哲 還有另外一個 什麼光 光 光 馮光圓 馮光圓 馮光圓啊 他有勇氣啦 基本上就是一個Live Meet 一個Live Meet 一個Live Meet 他特別想要投給誰 會投給對台灣有貢獻的人 我一般都支持國民黨的 會投給柯文哲吧 柯文哲吧 他感覺形象比較好 應該要有一個就是非藍綠的人出來 或許可以讓大眾有新的一些就是想法 或是他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新的觀點跟證件 講到證件一定要講到 到底如何解決讓台北人最痛苦的住宅問題 柯文哲主張清查所有的公有地 公共住宅只租不賣 炒房的建商這一筆你賺不到 另外還要擴大發放租金補貼 用公有的土地新建公共住宅 再來由政府統合台北市目前的空屋增加供給量 就可以降低房租的價格 連勝文說公營住宅以政府自辦為主 當選之後在他任內將累積可作為公營住宅的房子 達到兩萬戶 土地來源包括了市府的自由土地 以及老舊設施的改建 裁員則來自於住宅基金 市府編列預算 或者透過民間融資提案 馮光遠則認為政府應該進行小型的公辦都更 只租不賣 另外由市政府成立公司 向有空房的屋主租房子 並且負責管理轉租給一般的市民 參選人提出了這麼多證件 但是民眾還是不太了解 你知道他們有什麼去見見嗎 沒有去研究 連勝文最近不是有在講說公車路線那個嗎 我說公車不漲價 喔 不漲價 他跟柯文哲兩個一起說 我知道台北是個很棒的地方 可是我們的路可以平一點 可是這個證件好像比較少看到 這個是比較路真的是不平耶 會震盪耶 有有有民眾的心聲候選人都聽到了 路平 路平 路到底怎麼樣才會平 柯文哲認為目前路平專案的問題在於管理 他主張所有的工程都由公務局統一登記 統一挖補 統一發包施工 其他的交通證件還包括 未來的公車捷運應該要以捷運為骨幹 重新規劃公車的路線 取消不准時沒有效率的跨線式長程路線 連勝文承諾當選之後在他任內 捷運跟公車都不漲價 此外號稱好友國機關的他 提出了一卡在手悠遊全亞洲 拿悠遊卡去香港 去日本 去菲律賓都可以用 馮光遠則主張針對不同的車種 像是汽車跟機車跟不同的使用人 要思考需求的差異 才不會蓋了公車專用道卻不用 蓋了自行車道又要花錢廢除 對候選人有沒有什麼話想講 我們美法醫要週休二日 我們美法公會的勞保不要一直 莫名其妙的一直漲價 很多的證件如果只是空白支票 我覺得誰也可以說我可以拯救世界 我是蜘蛛人 可是要做出蜘蛛人的作為 我覺得政治人物大概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沒什麼好期待的 環保這塊盡量做好 一些歷史的建築物這方面盡量做好 那麼不要推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譬如說有某一個人說 要把307公車的路線給取消掉了 某一個候選人說 要把台北市政府要搬家了 這件很奇怪的證件不要推出來 了解台北市市民的生活作息 因為並不是所有台北市人 都是像大家想做天龍人 那樣那麼有錢之類的 反正就是好好做事就好了啦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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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套 好可愛喔